警察都來了 穿女裝的男子分貝越來越高亢 出口嗆警的下場 女警噴辣椒水 男警立刻將他壓制在地 都這樣子了 被制服的暴走男 嘴巴依舊不饒人 女警對著他的臉 近距離一連 至少噴了三次辣椒水 玩烈嗆疾的下場 被依妨害公務 帶回警局 事發在25號凌晨2點多 高雄火車站附近 暴走的男子 強制上鎬坐上警車 還原當時當事人 無性男子和朋友吃完宵夜 坐在機車上聊天 身穿女裝的陌生男子 突然靠近 開始匕首畫腳 嘶吼還出拳坐視攻擊 無性男子形容對方揮裙過來 他後退閃躲才沒有被打中 報警當下剛好巡邏警車經過 於是揮手求救 多次安撫無效之後 那只好把他做一個強制力的逮捕 管束帶回反鎖處理 40歲的夜系男子 頭戴絨毛髮枯 連身長裙內搭長褲 還穿女性內衣 初不了解他是基隆人 有竊道前科 夜系男子公車沒有其他的家人 已經住在高雄一段時間 大半夜在街頭無故攻擊 還挑釁遠景 囂張行徑被依妨害公務移送 當事人也將提告恐嚇 TVBS新聞 阿張先生 宋佩文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阿張先生 宋佩文 高雄